热水器是我们家庭中最快捷、最省事、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热水来源的设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硬水含有的矿物质会导致水垢的堆积 从而使热交换器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并更频繁地提供热水 它有可能导致热水冷热不均或者相应组件的使用寿命显著缩短 并导致水电费显著增加或者其他一些代价高昂的问题 所以每年至少冲洗一次这些矿物质层机物 以确保最佳的热水器性能和效率非常的重要 热水器有很多种 今天我们要冲洗的是无水箱热水器 这是White Vinegar 每一桶一个Gallon 一共有三桶 所以总共是三个Gallon 这里是两条软管 待会儿我们冲洗的时候要用到 这是Water Pump 水瓣 现在我们就开始冲洗热水器 关闭电器设备的断路器 断开急热式热水器的电源 这是天然气管道通到热水器的 这是天然气开关 关闭天然气 这是冷水供水管 这是冷水阀 这是热水出水管 现在要关掉热水阀 现在关掉冷水阀 这样可以防止冷水流入热水器和热水在清洗过程中流出 这个是Filter 这个是Filter 过滤器 它是防止自来水中的杂质进入热水器 从而造成热水器内换热器 结构阻塞的 如果热水器出现出水量少打不着火的现象 那么也有可能是过滤 那么也有可能是过滤网很脏 有物物堵塞滤网 现在过滤网取下来了 检查一下还挺干净的 如果有杂物的话 就需要用清水冲洗干净 现在把过滤网放回去 再用扳手扳紧 现在用扳手把冷水发上的清洗端口发盖拧下来 现在把热水发上的清洗端口发盖拧下来 现在准备连接软管 放好橡胶密封盘 这是保证阀门正常运行所必须的 这是热水阀上的清洗端口阀 把软管连接上去 用扳手拧紧 把另一条软管连接在冷水阀上的清洗端口阀上 用扳手拧紧 现在把水磅拿出来 把连接着冷水阀上清洗端口的软管的另外一端 连接在冷水阀上 连接在冷水阀上 拧紧之后 就把污水阀放到桶里面 把连接在热水阀上清洗端口阀上的软管随意放在桶里面 这是白醋 每一桶一家人 三桶一共三家人 这是我们今天冲洗热水器的量 因为我们这个热水器很新 如果你的热水器比较旧或者是很多年没有清洗 那么你最好是用四个家人的白醋 白醋不能吸食 由于家中的饮用水和洗澡水很可能会流进急热式热水器 所以为了健康最好不要使用化学清洁用液来冲洗你的热水器 白醋倒完之后 现在流转冷阀和热阀位置的流转吹扫端口阀打开它们 现在接通污水瓣的电源 现在水瓣已经开始工作了 清洗时间在45分钟到2个小时都可以 我们设置了一个半小时 这是清洗半个小时过后出来看到的情况 这个时候看到醋水还非常的干净 现在一个半小时到了 清洗完毕 这时候我们看到 铜里面本来的白醋现在变得有点蓝色了 这是由于加热器中的管子的铜的少量腐蚀造成的 大家不用担心 醋不会省坏热水器 因为它是由不锈钢制成的 现在断开污水管电源 把水瓣从处里面拿出来 淋下上面的软管 现在将冷热水阀上的清洗阀淋到关闭的位置 分别将两条软管从吹槽阀上取下来 将吹槽端口阀盖装回吹槽阀上 用扳手完全牢固固的拧紧盖子 将冷热水阀淋到打开的位置 重新连接急热式热水器的电源 打开电源 打开电源设备的断路器 将天然气淋回到打开的位置 打开热水 以重新启动热水器 让热水继续留几分钟 直到它稳定的运行而没有空气移出为止 现在清洗热水器的全部工作就完成了 如果你喜欢 请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并请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